美國太空總署架探測器成功降落一顆小行星 開始採集岩石和塵埃樣本 降落程序確認完成 四年的旅程總算沒有白費 太空總署架小行星探測器在2016年升空 經過四年的追逐正式宣布順利降落 之後馬上開始採集岩石和塵埃 一個星期之後就知道收集到多少樣本 預計在2023年回歸地球